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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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今天看到Samuel Samuel很難約 因為他的工作關係非常難約 大家看看Samuel的裙子 你覺得Samuel是做什麼工作的呢? 明顯是一個廚師裙子 我抄襲一下 OK 其實我們是有夾過的 所以大家穿得這麼斯文 大家也沒想到Samuel是一個 中醫師 他的中醫師的藥館 是不止一個 OK 有兩間診所 其實我有一間在西延盤 差不多開了十年 另外一間就剛剛在疫情 即近期開開 在中環 我們今天要煮什麼 Samuel 日式南瓜淮山湯 首先我們要加少許油 是 好了 開始聞到油香 我們可以加少許洋蔥 爆一爆 當它開始香香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放一些南瓜 然後炒下去 這裡在做南瓜 在炒洋蔥 這個有什麼 這個是福寧 這個是福寧 福寧 對 水滲濕很好 那些女士會說水腫 用福寧非常好 又比較溫和 健脾餵得來又可以去水腫 嗯 那吃呢 可以天天吃嗎 這個藥也比較平和 其實如果你用來煮湯的話 用來劍皮去濕 涅水 其實一星期喝兩三次 這個湯都沒問題 OK 明白 當然 如果有什麼問題 找回你們自己的中醫師問一下 OK Samuel我們炒到差不多 就可以加入湯 我們稍後要煮一下 煮一下 我們轉過頭 就可以用Blener 打碎它 是 Blener 其實是人 哈哈 Samuel 我們這個湯 除了用南瓜 我們會用淮山 那淮山有什麼好處 淮山給一些糖尿病的病人 他有三多一小的症狀的人 就是最好的 那邊三多呢 就是你平時會喝東西多 就是口渴 然後吃東西會增多 而且小便又會比較多 OK 那同時間有邊一小 就是他會體重減少 就是他反而應該吃東西多 但他反而就體重減少了 OK 就是這些病徵的陽色淮山 非常好 那我們剛剛就搞定了南瓜 就在煮它 這一邊我們就開始煮淮山 好嗎 Joe 你知不知道淮山有另一個名字嗎 不知道 哈哈 其實它叫做山藥 為什麼它叫做山藥呢 相傳就是戰國的時候 有一個強角和一個藥角 嗯 強角就當然人強馬壯 另外藥角就開始節節敗退 被人攻到上山那裡 已經重重圍困住了 圍困住強角 覺得人強馬壯可以截著那些糧草 讓它慢慢餓死 可以一網成禽 但是過一個月又沒有事 他們又沒有下來 過兩個月又沒有下來 突然間有一晚 他們突然間 引他馬壯 在上面的藥角 衝了下來 擊退了那些 琼角圍著那些人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樣呢 原來他們在山上 就吃那些地下埋的筋 那些筋就是這個淮山 就是這個山藥 山藥 山藥有叫薯魚 是薯魚科的植物 因為它本身的山藥很重 墊粉質 可以很衝擊 還有它們又會生津 又可以健脾胃 人吃了之後 越來越大力 馬吃了之後 開始起死回生的那些馬 越跑越快就衝了下去 男人吃會很好些 其實健脾胃是很重要的 總之你搞好腸胃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可以迎刃而解 你讀中醫要讀歷史 這些小小剛剛就知道 剛剛就知道 所以為什麼叫山藥 就是因為它在山上遇到的東西 它就叫山藥 後來就入了藥 山藥變成山藥 明白 好 兩邊都搞定了 你剛剛說那個女人出現 這是第三個 是阿牙牙牙 好 我們接著做什麼呢 其實山藥就煮好了 我們接著就要加一點 這個 知道是什麼嗎 這個 是什麼 我們就加一點豆漿 有兩個用處 第一個想它比較白 第二樣東西 其實因為奶 有時候很多人會有敏感 或者會覺得比較肥膩 比較肥膩 用豆漿會比較好 夠熱了 現在就倒進去 是嗎 OK 好 我們打一會就OK 打到它就可以均勻了 我們打完白色 我們打到橙色 我們打到橙色 搞定 我們打好了 跟著我們就要最後的步驟 將它們倒在一起 第二層就用這個白色的 雪時遲那時快 我們已經做好了 好 好 最後我們想放多一點杞子 我放三粒 點住一下 我們過湯就搞定了 是 Samuel可不可以幫我 介紹多次 這個湯叫什麼 日式南瓜淮山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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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